狗玉树,我说你怎么一大早像条疯狗一样跑来本狮子这儿发疯呢?原来你竟遭遇了如此悲惨之事啊。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不应该再叫你侯爷了?我们是不是要改口叫你小公爷? 当然了,你这个小公爷跟东方警侧那种真正的小公爷是不一样的。 人家的公是公爵的公,而你这个公嘛,自然是公公的公。 狗侯爷何必这么大火气呢 身体不要了 你可千万别觉得 你反正已经是废人了 就自暴自弃 正因为你身子这样了 才应该好好保重自己 否则外伤加内伤 岂不是要走在 我这个短命的病秧子前头 你啊放宽心 若是往好处想 你如今遭此一劫 也有好处呢 你以前不是总说吗 贵妃娘娘身边的公公 没你懂贵妃娘娘的心思 没你这个亲弟弟照顾得好 如今老天爷不就给你机会了 等你养好了身子 你就可以进宫 伺候贵妃娘娘了 从此再没有人能拆散你们 你说是不是好极了 巷子外面 回应孟心河的 是狗玉树新一轮歇斯底里 紧乎癫狂的怒吼和咒骂 冷静点啊 狗侯爷 你我如今同是病人 你看我就很平静 平静才有益于养病 你可千万别走在我前头 孟心河 孟心河 猴爷 您的伤口又流血了 猴爷 猴爷晕过去了 快快快快 立刻抬着猴爷进宫 只有贵妃娘娘才能救猴爷 看我 谢谢大家